那是什么 这怎么还会移动的呀 这是什么呀 游过来了 是 超级这来了 游过来了 灭畜 灭畜 你伤害无数生灵 还不服属受死 灭畜 灭畜 又让你给跑了 一毫一善与人方便 一毫一恶劝君莫作 老丈 你们在这儿刨什么呀 我们在刨草根哪 刨草根 刨草根做什么呀 带回去吃啊 这东西能吃吗 我知道不能吃 可没办法 谁让赶上年荒呢 那你们 怎么不找点别的东西吃啊 树叶还没涨 野菜尚未出来 没啥东西可吃啊 可这种情况 官府都不管吗 别提官府了 官府只知道鱼肉百姓 哪管老百姓的死活呢 贫道明白了 百姓实在是太苦了 贫道得设法救他们 夫人 你怎么不吃啊 夫人 你快尝尝 这咱们家厨子 西学的手艺香酥鸭 看着就腻 夫人 这个不腻 您尝尝这个 我说了它不好吃 这 禀大人 牙外有一道人求见 瞎了你的狗眼 俗话说得好 吃饭皇帝大 没见本官干什么的吗 是是是 卑职知道 卑职知道 可是那个道人说了 他要亲自求见您 不见不见 是是 大人 等一下 战独头 你回来 夫人 你有何指示啊 老爷 这出家之人哪 大多都有点神通 既然他执意要见老爷 必然是有要事啊 夫人说得极好 战独头 在 你把他带入大堂 我随后就到 是 大人 夫人 那我先去一趟了 去吧去吧 去吧去吧 唐下站的何人哪 知道贫道的人 都称区区回道人 我管你回道人去和尚的 快说 找本官什么事啊 有件关乎大人您声誉的事 贫道在此向您禀报 快快说来 让本官听听 刚刚贫道看见 在湖边有很多百姓 正在刨草根 刨那个干什么呀 吃啊 那东西能吃吗 贫道知道不能吃 但是他们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吃 您说该怎么办呢 那是他们自家的事 陈大人 您是他们的父母官 而他们是您的子民 这事怎么能和您没有关系呢 行了 行了 本官没有时间听你在这胡扯 来啊 把他速速给我哄出衙门 是 来人 把他给我哄出去 是 陈大人 做子民的没饭吃 而您却和夫人在里面山珍海味 独吃海塞 您这么做 合适吗 这是他怎么做的 走 滚 再敢胡说八道 打断你的狗腿 一毫一恶 劝君莫作 你还说 欺人是祸 饶人是福 老刀 你别走 散了 散了 我这好歹的东西 不行 我一定要设法 救这些苦难的百姓 让开 让开啊 让开 兄弟 你们要把这头熊送去哪儿啊 道爷 年荒交不上税 好不容易抓到这头熊 要拉到衙门抵税 放了他吧 他虽然是畜生 可他也有灵性 我们都快活不下去了 还管他灵不灵的 让开 哎 兄弟 哎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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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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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要拿着熊瞎的底税 是啊 希望大人高抬贵手 草民金收莫持难忘 不行 不行 赶紧抬出去 大老爷 求求你了 你们在说什么呢 本官 只认白花花的银子 你们说什么都白大 大人 据学生所知啊 吃了人熊的肉 可成为神仙不说 还能长生不老啊 永远可逍遥不死啊 真的吗 是啊 尤其是那熊掌 那可是最好吃的了 你这么一说 我这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好好好 既然你们有这一番诚意 本官也是勉为其难了 那什么 那就留下吧 好 谢大人恩典 草民感激不尽 无量受福 怎么又是你啊 你是从什么地方进来的 这你就别管了 陈大人 此物已有灵性 你若放了他便是大功德一件 放屁 放屁 你总扫本官的姓 今天要是不严惩你 那还了得 来啊 在 在 把蛋给我抓起来 中打四十大盘 以警效有 给我打 是 你们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打 陈大人 你别这么做 否则你会后悔的 不打你本官 我才后悔的 给我重重地打 打 别打了 这声音好熟悉 是啊 好像在哪儿听 别打了 停 别打了 别打了 大人 大人 就是你啊 别打了 别打了 别打了大人 大人 大人 您还好吗 好你个屁 你来挨一下 你试试 好啊 你们这些狗东西啊 连本官都敢打 奇怪啊 奇怪啊 明明打的是那砸毛老豆 为什么他人不见了 反而打到大人的身上呢 你问我 我问谁啊 莫非 他有什么神通 不 今你这么一说 倒让我想起一件事来 快说 那是发生在开封的一条街道上 落日夕秋风了 今夜故人来不来 叫人历尽梧桐也 来 老人家 能给口水喝吗 好 给 你喝吧 谢谢 您心肠真好 幸好 又啥用啊 也帮不了我儿子和我的孙子 此话怎讲 最近城里闹虐劫 好多人都得上了 不怕我的孩子和我的孙子 也没躲过这一劫 所以 老师只好卖菜 原来 您是在为此感到难过呀 不用担心 贫道这里啊 有一贴药 您只要照单抓药 然后拿去煎好给他们喝了 不出三天 他们就会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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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您怎么称呼啊 认识贫道的人都称我 回道人 回道人 哦 对了 等病好了之后 一定要把这个药 发给别的人不能拿去卖钱 否则呀 就没效了 哦 知道了 知道了 老神记下了 哎呀 三千里外无宾客 七百年来云水深 行满蓬莱卫别馆 道成瓦礼 尽黄金 后来医好了没有 当然医好了 如果要是能得到那方子 肯定能卖好多钱 大人 您忘了 回道人说了 那方子不能卖钱 卖完钱就没有效果了 哎 他又不是神仙 他知道什么呀 那老傅 十分感激 果然一道士之言 将那药丹 送给了别的病患 哎 还真救好了不少人 后来经他们推敲 这回字两个口 如果上下叠起来 不就成了吕字了吗 哎 有道理 能为善而不欲人知 还有如此神通的人 普天之下 除了吕洞宾吕仙之外 还会有谁呀 嗯 没错 没错 哎 我也想起一件事 什么事 快说 这事发生在湖北鄂城的 一个小镇上 带兵科里长存酒 化药如中别有春 既得拜师何患少 由来天地不思亲 哎 你心情好 可怜可怜我 赏我几文钱吧 哦 你有什么可怜之处啊 我的丈夫死了 家里还有位八十岁的婆婆 我又是残疾人 没办法干活赚钱养家 只有每天到这里 讨点小钱 来供养我的婆婆 哎 可是贫道也只是修道人 没有横产 所以帮不了你啊 这样啊 打扰了 哎 慢着 道爷还有什么事吗 这样 你抓着我的扶尘 站起来试一下 这 马上站起来 这怎么能站得起来了 这怎么能站得起来了 不让他站 让他站 这 那怎么能站 不用看 这站起来了 站起来了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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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病 我的病都好了 你跟贫道走两步试试 我怕不行 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呢 来 慢慢来 一步 两步 这 这是什么呀 哎 这个不用吃药叉针 就能是偏摊 这倒是挺厉害的 我的病都好了 恩公 恩公 太谢谢你了 请问您的道名是什么 我是回道人 请问您住在哪儿 我好当门拜访 好吗 贫道赞助棉花巷 李家二层 棉花巷 李家二楼 是什么 是什么 那是什么 我是不是 是什么 你会说 我可以 你会看到 还有这种事 是啊 恶城的老百姓 谁不知道这件事啊 大人 刚才那杂谋 不 那道长也说了 他是回道人的 段头头 快去 把他给我抓回来 大人 卑职不敢哪 怎么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违抗 违抗本官的命令 不 不是啊 大人 那个 他是神仙哪 刚才您也看到了 他又有很高的法术 我怎么能抓得着他呢 对 是本官错了 那什么 你把他给我请回来 是 徒儿 徒儿 你小子没事吧 师父 您怎么来了 徒儿 这些日子 你都在忙些什么呢 徒儿最近啊 在为对付吃村搅户 鱼肉乡民的贪官 大伤脑筋呢 你指的是哪一位啊 除了那位岳州刺史陈隋远 还能有谁啊 你在为那位陈巴皮犯仇啊 怎么 师父知道此人 他大乘收税 小乘盗卖 收买官员 欺诈商户 无钱不要 世间无人不知晓啊 那您还袖手旁观 此人为小菜一碟 不要着急嘛 来 喝酒 喝酒 看来您老人家是有妙计啊 干 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端兔头 端兔头 你是 周记酒馆的伙计 找有什么事 你要找的人 小的知道他在哪儿 快说 回道人在哪里 就 就在店里喝酒 我问你 你要老实地回答我 回道人是不是真的有神通 这 这个 快说 不然的话我弄死你 的确是 伙计 来 帮我添点酒 来了 道爷 你喝得也不少了 道爷 你喝得也不少了 天也黑了 那 怎么 怕贫道付不起钱啊 要酒先付钱 贫道尾时也无钱了 这样吧 贫道先把这把剑押给你 谁要你的剑 哎 贫道的这把剑呀 非同小可 哼 你就吹吧 这可不是吹牛 此剑六合器为炉 二器铸成魔 铺得风 患得雨 驱得云雾 涂得龙 诸得虎 专制妖魔鬼怪 别别别别别 双风如巨雀 冰刃圣昆武 光摇牛斗暗 你 气鸭鬼神符 行了 行了 你这把剑虽然厉害 但是它的作用 还比不上一把菜刀 为什么呀 菜刀还可以切菜 你这把剑 切菜都磨手 你 道长啊 道长息怒 非是小殿舍不得这点酒 它主要是我们这儿 天黑以后啊 它不咋安宁 贫道是修道人 不怕炒 不是炒 它是这个 是有妖怪 你怕了吧 那算了 你的剑 你先压你这儿吧 到明日我还来 刚才还说什么 六合器为炉 二器铸成魔 忽得风 患得雨 专面妖魔鬼怪 现在一听说有妖魔鬼怪 走得比跑得还快 行行行行 哪儿那么多废话 赶紧把这儿收拾了 掌柜的 那这把剑呢 谁要的破碍呀 干活儿 也是 湖 bubbles 哦 湖北 根本就没有人 别自己吓自己 可是我这颗心啊 还是七上八下的 哎呀 没事没事 咱喝酒吧 久逢知己 千杯少 什么声音 没有啊 小梅 咱喝酒吧 好险啊 今晚有意 要不咱们还是先闪吧 好嘞 死了死了 这下死定了 天哪 走 走 往这边走 想不到这把破剑 竟能斩妖竹魔 后来呢 那只宝剑说来也奇怪 它不伤人 也不夺命 就是一个劲儿的妃 它到底想干什么 怎么办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这回 看来是一双高人了 我们今晚难逃一死 神仙 您饶了我们吧 是啊 请您高抬贵手 不要去我们的小命 下回还敢来胡闹吗 不不不 您的大恩大德 我们会明记在心上 好 希望你们说到做到 否则贫道定斩不饶 谢谢大仙凯 谢谢大仙凯 天啊 这都什么人哪 你没有骗我 我就算向老天爷借个胆 也不敢骗官爷您哪 看你也不敢 好 我就信你一次 多谢官爷 多谢官爷 带路 上哪儿 找回道人呀 不行 俗话说李贤下世 陈大人有所要求 必须亲自出马才行 否则他是不会去的 什么 是吧 我们大人是何等身份 我来亲自邀请 已经告给他李玉的了 我们大人怎么会来的 段都头 刘备三宫茅庐 请诸葛亮出山的故事 你也该听过吧 这 老爷 您还好吧 好个屁啊 是夫人哪 夫人 对不起啊 我说我这屁股啊 好疼啊 大夫 您轻一点 小心弄疼我家官人 是是是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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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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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哪 在舟寄酒馆 准货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把人请到这儿来 不行啊 您不亲自去 他哪儿肯来啊 我现在都成这样了 您怎么不动动脑子 我能做教吗 大人 您伤得可不轻 需要多静点 听见了吗 可是 咱得拿出点诚意来啊 您 您说 我也请不来他 您再不去 他肯定不来 阿姨啊 我 我能去吧 我连动都动不了了我 阿姨 老爷 依我看呀 您还是去吧 他是神仙呀 说不定随便一变 您的伤就好了 夫人 您认为我应该去啊 那好吧 既然夫人让我去 那我就去呗 客官 您的酒来了 小二 您把我的话带到了吗 按照您的吩咐 一字不落的带到了 为什么还没来啊 多儿 少安勿躁 事与总会上钩的 大人 您这边请 你看 说草草草草草草草 大人 大人 那边请 您坐这 好 你们慢慢聊啊 我去准备点好菜 好 请 慢慢聊 上席 本官有眼不识金相遇 为表诚心 今天特意带来一谈 陈年共酒 我这里给您赔罪了 给您赔罪了 我可不是什么仙 不过既然来了 就请坐下吧 来 大人 不敢坐 但坐无妨 请 慢点 多谢赏仙 这位是家师 仙上仙 师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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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贵姓啊 父姓钟离 单名一个犬字 钟离犬 那 那不是西汉的大将吗 曾经带兵 征讨过楚波 没错 不过 那已经是陈年往事了 大人 那已经是 八百年前的事了 他现在还能活着 可见是神仙 没错 我心里有数 来来来 来 本官为结交二位 表示诚信 我先敬二位一杯 慢着 想跟我们喝酒 得有两个条件 大仙 请说 一 是梅菜自取 二 是得行酒令 好 请吧 尔口王 尔口王 杯中有酒 我先尝 盘中没有下酒菜 割下耳朵 表心尝 臣又背 臣又背 杯中有酒 我先醉 盘中没有下酒菜 割下鼻子 来先会 臣大人 该轮到您了 喝火心 喝火心 杯中有酒 我先醉 盘中没有下酒菜 把根寒毛 表心异 把根寒毛 表心异 把肉都割下来了 把根寒毛 表心异 把根寒毛 表心异 把根寒毛 表心异 表心异 生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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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啊 生仙 别走 生仙 别走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世上怎么会有这种人呢 师父 您也会生气啊 遇到这种鱼肉百姓 专门剥削人们的贪官 怎么能不生气呢 放心吧 师父 我一定会整治他的 徒儿 前面发生什么事情了 师父 您稍等一下 徒儿过去看一眼 你们几个人在这儿哭什么 道爷 你有所不知啊 我们是马家四兄弟 由于自由家贫 所以在这奖云奖府当长宫 这凭劳力挣口饭吃很好啊 可是 可是我们四兄弟有个嗜好 那就是喜欢做师啊 这爱好文学可更是件好事啊 可是我们家老爷 他就偏偏不喜欢 这云彩满天空 哭哭 起了风 风来 必有雨 下雨好歇功 回去 走 走 你们四个不去干活 跑回来干什么 老爷 这外面就要下大雨了 该死的老天爷下什么鬼雨 绝不能便宜他们 老爷 我今天想吃饺子 你们几个去仓房 给我扛出一袋麦子 把他给我打成面分 去吧 老爷 咱这府里牛马成群的 为什么还要我们四兄弟去抹 你们是老爷还是我是老爷 你是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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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去就去 还骆驼什么 是 是 是 走 走 走 莫名其妙的东西 累死了 这东家真可恶 把我们当牲口使 这天都下雨了 都不让我们歇着 可不是吗 简直没人性了 这让我突然失敬大发 想坐视一手 大哥 你请投 东家真可恨 心像一把刀 男人当牛屎 下雨都不饶 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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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呱呱叫 对 你们想找死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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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你们几个不但不听使唤 还敢在背地里骂我 老爷 想 小的只是发发牢骚 没有恶意啊 老爷 是 看牢骚 我看你们几个是想造反 非把你们告到衙门 重担四十大板不可 老爷 别哭了 原来是因为这件事啊 我们这回被老爷告上衙门 这屁股非得被打开花不可呀 是啊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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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别哭了别哭了 这天下可没有绝对的事 这么说 道爷 你有法子救我们 你们放心去吧 到时自会帮助你们的 都 你们四个穷小子 吃着你们东家的粮食 不好好听你们东家使唤 反而沾口骂你们东家 真是目无王法呀 来呀 走 把他们四个给我拖出去 是 被人重打四十大板 拖下去 怎么办 怎么办 别着急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到 嘘 到什么呢 没 没什么 大人 我们真的没有在辱骂东家呀 我们只是爱作诗 东家听了我们的诗 就认为我们是在骂他 这岂不是冤枉吗 什么 就你们四个人 也会 做诗 大人 您笑什么 就你们四个扛锄头的脑袋 也会做诗 这太阳 简直从西边出来了 表妹 我那位表妹府去了那么久 怎么还没回来 表哥 这办案哪 它有一定的程序 可不是在菜市场上买菜 说给钱就行 是是是 这当官的 就是规矩多呀 不过表哥 你放一百个心吧 他这次办案 肯定会称你心意的 可是 表哥 你要是不放心 那我就派春花去瞧瞧 好 去吧 是 表哥 那我们去喝茶 好 请 大人 我们确实会做诗 嗯 既然你们会做 那好 那就当堂做一手 让本官听听 这做诗不难 可这诗 也不能白做呀 对 做上来怎么着 做不上来又怎么着 如果做上来 免你们的罪 如果要是做不上来 你们每人再重加四十 好 我们做不上来的话 我们甘愿受这三百二十大板 但如果我们做上来 就证明我们没有辱骂东家 那东家污蔑我们这事 又该怎么算 哎呀 这诗还没做呢 倒是反咬一口 好啊 如果要是你们能够做上来 就免你们的罪 反而 就打你们东家四十大板 大人 您说这话算数吗 当然算数 身为父母官 岂能蒙骗你们哪 好吧 大人 一言为定 就请您出题吧 好 就以这房子为题 你们要用诗 把它给形容出来 开始吧 好 我先来 一栋三间屋 门旁有双窗 房前两株柳 屋后三棵桑 真的会做呀 这些坏了 大人 我们这诗都做出来了 您怎么还不打我们东家呢 这 这 这怎么能行啊 大人 难道难道您要诗言呢 这 大人 十爷 那 那还是人吗 对啊 大人 大人 您这样的话 还怎么当我们的父母官啊 这 都都都 快去把蒋云给我叫过来 是 表哥 您喝茶 多谢表妹 来 来来来来来来 舅老爷 舅老爷 您快走 春花 您怎么了 老爷他 舅老爷 大人请您去前堂 他是不是要我去看打那些奴才 好啊 我要亲眼看那四个奴才的屁股 是怎么打开花的 快走 快走 去 救老爷 救老爷 去不得啊 去不得啊 春花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老爷不知道怎么了 要打救老爷的屁股 啊 大人 我冤枉啊 疼我了 逼我开花了 幸亏这次有神仙相助啊 大哥 您怎么知道他是神仙啊 他要不是神仙的话 为什么只有咱四兄弟看得见 其他人看不见呢 对 大哥说得有道理 徒儿 这回合你不但赢了 还给了陈虽远一打击啊 师父 您说这回 这个陈八批他能改吗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哪 我看难哪 不要紧 慢慢来 只要功夫身 铁杵也能磨成绣花针 嗯 行 为师陪你 死鬼 还不给我进来 夫人 这好端端的 你怎么了 怎么了 你看不出我在生气呢是吧 我今天非把你这些宝贝都给砸了 夫人夫人夫人 夫人你真要干什么呀 我干什么 那要问你啊 我 我不知道啊 我告诉你姓陈的 你少给我水仙不开花 装大头算啊 我真不知道 行 那我问你 为何你收了我表哥的钱 还要打他板子呀 夫人 你原来是因为这事啊 那还能因为什么 这事啊全都得怪他 你说 他家里的四个奴才他都管不了 非得跑到公堂来烦我 那这么说 你这个亲切是假的啦 夫人 夫人 都是我错了啊 都怪的蒋云 我的大舅子啊 是个小气鬼 你说他区区撕掉钱 就让我来摆平这事儿 怎么可能啊 钱钱钱 在你眼里 你就知道钱 谁让我是贫家出身哪 打小 家境贫困 多亏了礼部尚书 岳父大人的提携 才有我陈虽远 今天的好日子呀 亏你还记得此事 夫人 这俗话说的好啊 世上为官 只为钱嘛 钱是个好东西 这世上的人 有谁不爱呢 是吧 夫人 你别为了这只铁公鸡 伤了咱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夫人 别生气了 再生气啊 就会变丑的 对了老爷 这神仙找到了吗 还没有呢 老爷 这依我看哪 人哪 即使有权有势 也有美中不足 要是能够长生不老 永远不死 那才是真正的快活 谁说不是啊 我派出了三班牙役 找遍了大姐小巷 就是没发现她的踪迹 你说这可怎么办哪 我都快急死了 老爷 那可怎么办哪 这好不容易有个 当神仙的机会 这千载难逢 咱们可不能轻易放弃呀 你放心 我都想好了 过些日子 这下就是本官的寿臣 我会广发请见 我在岳阳楼 大办宴席 我想一定能够把她请到 夫人 别生气了啊 我娶了你啊 我发现我娶了你 我也变聪明了 讨厌 这不都跟你学的嘛 就是说好听的 不生气了啊 不生气了 来 挨家挨护 把请柬给他们发出去 是 老爷 老爷 所有的宾客都到齐了 回到人哪 依然不见人影 那就再等等吧 是 老爷 不行啊 学生的意思是 这开宴的时间 是选好的及时 万一错过了 对大人您的虔诚不利呀 那可怎么办呢 这 看老板 里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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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请请 恭喜 恭喜大人 恭喜大人 浮入东海 寿比南山 浮入浮入东海 寿比南山 官运横通 步步高升 青云直上 步步高升 青云直上 长生不老 福寿安康 长生不老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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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各位 呼吸吧 请 请坐 各位 现在本官敬各位一杯 喝 好好好 喝 喝 喝 你喝你喝 段徒头 在 你去看看 什么人在这里喧哗 接着喝 就这点酒 还不够我自己喝呢 我酒量有多大呀 你尽管喝 喝光了也不用你买 好爽 慢点喝 慢点喝 冰大人 是一个道人 和渔夫们在喝酒 好大的胆子 竟敢 饶乱本官的宴席 把蛋给我抓过来 是 好酒 好酒 来来来 这酒好 来 贫道也请你喝一口 喝就喝 我喝酒从来不啰嗦 好酒 好酒 真是好酒 来 你也来一口 我看算了吧 已经喝了这么多人了 我看你葫芦里的酒 应该见底了 你都还没喝呢 你怎么知道 贫道这酒壶里 都没有酒了 来 喝一口 好 那我喝 喝 咋样 好酒 不但酒有劲 而且这葫芦里的酒啊 好像一点都没少 给我看看 我才不相信呢 还真的呀 这个李白说呀 黄河之水天上来 但在贫道这儿就是 想喝好酒 贫道的葫芦里来 是 来来来 你们想喝啊 赶紧喝 那我尝尝 我也要 我也要 别给我 一个一个喝 你们别抢 杂毛老道 你太上事了 你知道吗 别抢 怎么是你呀 这句话 应该贫道说才对吧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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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去接袋去 让一让 让一让 该我来写手受辞了 江百万 你也会写诗啊 你可别门缝里看人 把人给看扁了 是啊 就你这样的身材 是不能把你给看扁了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大家都别开玩笑了 就让我表哥写吧 表哥 对对对 就写一首吧 对对对 写一首 写一首 看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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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好 我去用窗外的警务 给你们做首饰瞧瞧 真的写啊 真要做首饰啊 真要护衣啊 看看看看 远望君山一大驼 远望君山一大驼 不知谁家牛屎盒 如果不是解肚子啊 为何一次喝这肚 何者押韵 对仗工整 好诗啊 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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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大爷也会作诗 真是福智心灵 开窍了 简直一派胡言 还溜须拍马 说是好诗呢 你这抽到什么人啊 你狗屁不懂 你还敢评价你讲言 不如让贫道小露一手 你要干什么 斯文之处 既由你再次放肆 把它轰出去 轰出去 轰出去 让它轰出去 朝有北越 目苍无 秀李青蛇 胆气粗 三醉岳阳人不识 朗银飞过洞庭湖 他就是吕仙吕东斌哪 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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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量寿武 贫道只是回道人 不是什么神仙 你们认错人了 老爷 你知道吗 他可是神仙啊 快 不知大仙驾到 刚才有得罪之处 还望多多包涵 妹夫 你没搞错吧 一边去 陈大人 贫道真的只是普通人 不是什么神仙 道爷 我不管你是 还是不是 本官一心向道 还望道爷收我为弟子 快请起 快请起 如果道爷不收我为弟子 我常跪不起 还不及了 真是 信承了 好吧 看着你潜心向道 贫道就魄力度化你 多谢道爷 不 应该是多谢师父点话才对 是 是 徒儿 师父 嗯 您来了 几日不见 为师过来看看你 师父 这一切进行得实在太顺利了 就这个陈扒皮 是陈大人 他竟然能够 幡然醒悟 前程向道 他这样突然转变 会不会有诈呀 不会的 陈虽远啊 他态度诚恳 师父 画虎画皮难画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你自己要小心 好 徒儿知道了 师父 师父 为师正在调息有什么事吗 师父 徒儿遵照师父的吩咐 已经摘戒七日了 你是不是该把成仙的秘诀 告诉隋远了 人在宫门好修行 你呀 要清心寡欲 平日多行善积德 吉民所及 优民所忧 待到功德圆满之日 你自然可以成仙 我等不及了 是越快越好 最好是现在 能为百姓们 多谋一些福利吗 天下之事啊 可没有一蹴而就 俗话说 一口吃不成个胖子 更何况是修仙呢 你是不是在耍我呀 徒儿何出此言 你既然是仙人 那就没有你办不成的事啊 成仙之道 在于修心养性 提高自己的修为 而非急功近利 达到神仙的境界而已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今天你是行也得行 不行也得行 简直不可理喻 站住 你给我站住 你走不了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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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想干什么 只要你乖乖地说出 成仙的秘诀 本官就放你一条生路 就凭你们几个人 恐怕还拦不住我 是吗 好啊 那你大可试试 试就是 看你不成 给我拿下 是 你们喷的什么 其实没什么 那是黑狗血 专门对付你这仙家的 你们竟然用如此卑劣的手段 这叫无毒不丈夫 把队我关起来 来 来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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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啊老道 想不想说呀 你想让我说什么 如何才能成仙 想成仙 想成仙 你以为那么容易啊 只要你肯说 这又何难哪 想我当时成仙 也是历过了实势 爹 娘 孩儿回来了 娘 娘 娘 你怎么睡在这儿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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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我祖父 官拜李部侍郎 勤政清廉 我今天 家父在海州刺食刃上 也是体虚爱你 如今虽已告老还相 开家药铺 可也乐善好事 现在双斤突然离世 是上仓在惩罚我 姬特不够啊 娘 爹爹 你也醒啦 你们没事吧 没事啊 奇怪 我 我怎么会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老伴 你可能是这几天太劳累了吧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孩子 爹这几天哪 身子不舒服 明日啊 你到铺子里当忙一下 是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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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副药 好的 您稍等 臭小子 你快点 这么磨叽病人早就断气了 对不起 您的药一共是一两五钱 小安 一两五钱 您这不是在敲烛钢吗 怎么会呢 您这药房写的需要上好的射箱 所以价钱可能贵了点 只有一点银子 爱卖不卖 救人要紧 小店舍本卖给你了 这儿差不多 少爷 这人不是抢买吗 柱子 救人一命 盛造七级浮屠 舍人几文钱 小店亏不了的 少爷 你人真好 臭小子 臭小子 你刚才给我抓掉 我到别家去问了 他们说你们家的舍乡啊 不但品乡不好 而且分量也不足 根本不值一两千 那你说值多少钱 五千 五千 好吧 小店再推你一半 来 给你 菜你小子实性 他这也欺人太甚了吧 没事 没事 快 快去干活 大爷 小都饿了好几天了 你醒醒好 伤口饭吃吧 真可怜 你等一下 我进去拿 谢谢 谢谢 给 就这么一点 那还是得吃 慢点吃 别噎着了 大爷 我还想要一刀米 一只鸡 两件棉袄 你现在能马上给我吗 可以 柱子 快去准备 少爷 少废话 快去准备 大爷 那人是谁啊 一只鸡 两件棉袄 你现在能马上给我吗 你现在能马上给我吗 可以 柱子 快去准备 没事 我肚量大 否则我就 拿去 大爷 您是好人 您为人不错 可是有人啊 小离小气的 以后您必定会受到他牵连 你这个臭药犯的 怎么送话呢 实在不好意思 还望您多多包涵 这还差不多 你 柱子 少爷 我实在气不过 这大早上就碰到晦记事 行了 别说了 我出去一趟 救命啊 救命啊 小兄弟 你怎么了 我的羊被老虎吃了 别害怕 我来帮助你 救命啊 ologies 谢谢大哥哥 你太勇敢了 连老虎都不怕 没事 长大之后 你也会变得这么勇敢的 姑娘 姑娘 你没事吧 疼死我了 我脚好疼啊 一在下看 姑娘 你的脚是扭伤了 那 那怎么办呀 这附近既没有车马 更没有住户 这 那 公子 小女子怕是走不动了 能不能麻烦你背我 下山去就医呢 好不好啊 这 这怎么可以呢 姑有名训 男女授授不亲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剧你这些小结 可是 可是什么呀 我都快疼死了 可是我怕我这样做 会影响姑娘的名结 啰嗦 我都不在乎 你在乎什么劲啊 这样吧 在下还是扶您下山吧 那要走到几时啊 为了姑娘的名结 在下不得不这么做 你 真是不可理喻 姑娘 姑娘 奇怪 刚刚不是明明 都挨到脚了吗 这么快就好了 玉大哥 因为这块地是刚买的 我一时找不到人手 所以才请你过来帮忙 国药大哥 你说咱们两个乡里相亲的 这点小事 你就不用跟我客气了 你看 说着说着就到了 就这块地 我呢 去那边啊 好 你就在这边 好 没问题 辛苦了啊 没事 没事 来 什么东西啊 秦砖 带我去吧 不行 家中虽然损失不少财物 可这金砖非我所有 我绝对不可私藏吞没 凡事自省 受辱不弃 见义勇为 欲色不迷 敏才不爱 果然是一个真君子 适合 适合成为同道 行了 行了 本官没有闲工夫 听你在这里谈经说道 你什么时候愿意说 你告诉老头 让老头通知我 我都跟你说了啊 把这个人给我看好了 千万别让他跑了 是 如果他跑了 我杀你们全家 是是是 来 等一下 叫我吗 除了你以外 还有谁值得我叫啊 老妈 想明白了 你要是早想明白 何苦受这么多的罪呀 是吧 说 怎么样才能成仙 你真的想成仙 当然啊 那我就告诉你 快点 别绕弯子 告诉我怎么能成仙 你们都退后 是 快说 杀死你的妻子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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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大人 怎么 怕了 无胆之肺 看你那个熊样子 还想要成仙 老爷 你回来了 春花 快去茶 是 夫人 老爷 他说了吗 老爷 你一会儿点头一会儿摇头的 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他到底说了没有啊 没有 那你怎么不快想办法呀 谁说没有想办法呀 可他就是不说 你让我怎么办 我可告诉你啊 这到手的鸭子 千万别让他再飞上天了 你能不能别在这儿唠唠叨叨的 什么 你嫌我唠叨 跑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你从前穷得没饭吃的时候 是谁施舍你吃的呀 是老娘我 是谁不惜玉尊降贵 下嫁于你 也是老娘我 现在你成太手了 了不起了是吧 我告诉你 就连你这个破官 都是看我爹弄的 你要是敢让老娘不痛快 我照样让你回家 卖红薯 你给我走 夫人 夫人 全是我的错 全是我的错 夫人请息怒 孝省这里给娘娘陪力了 我告诉你啊 知错就改 这还差不多 我改 我改 夫人 你让我静一下 兴许能想出个好法子来 这种药命的事 总是药干 我也不能自己动手啊 大人 您急着找学生啊 车师爷 眼下 本官 有一件很为难的事情 想务必请您试着帮忙啊 大人何出此言啊 大人对学生有拔拙之恩 因此 大人有困难 尽管吩咐一声 学生就是 赴汤蹈火 也在所不辞啊 好好好 本官没有白教你啊 大人有事尽管执言 这事 非常复杂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大人您放心 学生定守口如瓶 你不会是本官的心腹啊 你许啊 把我的夫人给杀了 大人 您 您不是在说笑吧 你看我的样子 像是在说笑吗 大人使不得 使不得呀 学生是一介文人 这手无腹肌之力 平时连杀条鱼都不敢哪 哪里干得了那种事啊 那你刚才说 为了本官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感情你说的都是空话呀 不是啊大人 学生是真的很想帮你啊 可是你看学生这个样子 弱不禁风的 只怕是成事不足 不败事有余啊 杨兵千日 不是连一时也用不上 大人 别说了 大人 您别泄气呀 兴许 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能有什么好办法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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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我倒想起一个人来 他非但伸手矫健 而且武艺非凡 也是您的学生 他 定能担此重任 哦 那这个人是谁呀 本官怎么不知道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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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人哪 冤在天边 尽在眼前 行了行了 别再给我卖关子了 到底是谁 快说 老爷 他就是 段独头 我怎么没想到他呀 段玉康 谁在叫玉康 诶 诶 诶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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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对卑职有何吩咐 平日本官带你如何呀 大人这说哪儿去了 大人对卑职 那可是再生父母恩童再造一般 那 现在我让你办一件事 你可愿意呀 大人尽管吩咐 你把我服人 我的蛮 大人 你这杀人是要偿命的 卑职哪赶呢 刚和我伤在 你不赶就不赶 你嚷什么呀你啊 大人 卑职 被 行了 别再解释了 这当本官养了一群废物 大人 大人 让我杀夫人 舅舅是为了什么呀 如果我没猜错 可能与回道人有关吧 什么人 我 画虎画皮难画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你自己要小心 唉 师父 我 你不认识你 为何人心那么弹 有了权还想钱 有了一切后 又想要长生不死 我不该太天真 轻易相信他的话 回道人 要我杀气 肯定是想失望 就跟他成仙前一样 必须经过多次做事 老爷 你到底叫我看什么呀 看 难道说 看这个 就能成神仙 来 这剑 不是这么看的 这剑 应该怎么看 夫人 老爷你 夫人 没事的 他正在厕守 我 以后很快活过来的 咱们都会成仙的 很快就会成仙的 老爷 你要杀夫人 朱幻 不 不是你看到的这样的 快去禀报五爹 快点跑 朱幻 是 starts Dodge Das 我们可以抵抗 父先生 moİ ご 露 犯 药 它是什么事了 没发着什么事 你把事安排 四处去找 务必找到他 无论是死是活 都给我带回来 大人 那春花不在夫人房间 伺候夫人的吗 这大老板车 跑哪儿去了 你啰嗣个什么劲啊 让你去找就去找 快去找 是 我肯定给你弄回来 这边 这边 大人 见笑了 马上去办 对呀 这个死丫头鬼心眼多 怕成又折回去了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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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活过来呀 夫人 你快活过来呀 夫人 夫人 坏了 我上了这杂毛老道的当 我亲手杀死了我的妻子 不能这样啊 我现在成了杀人犯 我敢这么办 客师爷 客师爷 老爷 老爷 有事吗 快去 吩咐老头 把回道人给放了 是 大人 这放虎容易捉虎难哪 学生好不容易才设计 把他抓起来 这 这里是你说了算 还是本老爷说了算啊 当然是大人说了算啊 那不快去 是 还好我事先留了一手 你可以走了 我 对 为什么要放我走 让你走你就走 少啰嗦 快走 那个人好像是春花 好像是啊 干吗见了我们就跑啊 不知道 去问个清楚 走 快 头儿 这是小死活动 没有人哪 走 走 跟我去那边看啊 是 好 走 走 utiliz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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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好 你 嘘 他妈还会回来的 夫人 你死得好惨哪 大人 人死不能复生 您要节哀顺变哪 我身为太守 连自己的夫人都保护不了啊 我无能啊 大人 这 这是怎么了 春花找到了没有啊 没有 卑职带人封锁了全城 也没发现春花的踪迹 大人 夫人他 他 他怎么了 他让那药道给杀了 这 这怎么可能哪 那回到水不关在大牢里吧 况且他浑身法力已经没了 他怎么可能出来行凶呢 你们是知道的 夫人生前 生性仁慈 他得志 回到人被关 屡次向我求情 要求我把他给放了 我拗不过夫人 昨天夜里 我就把他给放了 可是 可是 谁知道 他这妖道 暗将仇暴 连夜 潜入府宅 想刺杀本怪 夫人为了保护我 惨造毒手啊 大人 您可要保住身体呀 这简直 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来人哪 把东西拿上来 你们看 这就是那个妖道 留在县场的凶器 大人 您放心 我立刻派人封锁全城 捉拿凶犯 以政王法 为夫人讨回血债 好 客师爷 你也下去吧 我一个人 想陪夫人待会儿 是 夫人 对不起 都是我害了你 回道士啊 回道士 我可让你 跳进黄河 已写不清 回来 来 请 走 走 大风起时 神飞扬 丈夫遇事 起忧伤 莫看眼前虽九破 福如东海 流水长 围起来 来 来 牛 我们又见面了 当然又见面了 回道人 这次你摊上大事了 你们凭什么要抓我呀 凭什么抓你 凭着这个海埔文书 这上面写的谁 你们就抓谁 当然写的谁就抓谁了 奉周官抬旨 捉拿杀人要犯 陈隋远一鸣 没工夫跟你在这儿扯别的 看清楚了抓谁 看得很清楚啊 捉拿杀人要犯 陈隋远一鸣 怎么可能 真的写的陈大人 那既然不是抓贫道 那贫道就先告辞了 你给我拦住 别让他跑了 是 慢着慢着 我可就剩这一身衣服了 你们要给我喷脏了 我可没衣服换啊 好 那你就乖乖地跟我们走 回道人 你可认罪 贫道何罪之有啊 你 你杀了本官的夫人 难道 你还想否认吗 好啊你 竟敢在公堂之上大笑什么 我笑你啊 想当神仙的人可是你 你说什么 怎么 贫道说什么 你应该比我清楚 你给我住嘴 现在公堂之上 有你杀人的凶器在死 证据确凿 你还敢抵赖吗 还不快快扶手认罪 这句话 应该贫道说才对吧 放你个狗臭屁 太猖狂了 竟敢在这里胡说八道 来人哪 把他重打四十大板 让他认罪划鸭 是是是 慢着 怎么 怕了 好啊 那就赶紧划鸭 免得受皮肉之苦 贫道要是划了鸭 那你做什么呀 你还敢嘴硬 怎么 贫道说错了吗 来人哪 把那冯道士抓起来 打入死雄 等候斩首 生旨到 陈隋远接旨 陈隋远接旨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查 岳州太守陈隋远 身受皇恩 不思报效朝廷 凡贪赃妄法 滥用职权 于肉百姓不说 为了自己成仙 不惜杀害妻子诬陷好人 使有负赈恩 自即日起 撤出一切职权 并交有私查办 奉事如幼 谍道奉行 臣冤枉啊 晚岁 臣冤枉啊 陈隋远 你还不服 我 我没有做 我服什么呀 好 那我就叫你心服口服 你进来吧 啊 此女 你可认得 淳花儿 奴婢亲眼看见她杀死了夫人 不 不是这样的 还敢狡辩 她不是狡辩 她是不道黄河 心不死 不见棺材 不落泪 我现在想起来了 一定又是你这个妖道 在背后弄虚搞鬼 你说什么 不是吗 分明你们一起串通好了 一起联合起来 捉弄本官 否则 冲花一夜之间 咱们可能从京城又返回来呢 你可知道 天威难测你懂吗 其实 皇上早就注意你了 来人 把这些骗子跟我抓起来 是 是 圣旨在此 你们哪个敢放肆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快点 段都头 在 还不赶快把她给抓起来 你想连坐不成 是 你 你要干什么 大人 得罪了 你敢 大人 您就招了吧 我 我招什么 昨天你还吩咐下人 要对夫人不利呢 这 是啊 这事学生也知道 放你们家那狗臭屁 你们 你们这些吃里爬外的东西 关键时刻敢出卖本官 抓起来 你们 好啊 你们不想活了 放开我 押下去 把她带走 放开我 走 放开我 我们走 贫道也要告辞了 我的宝剑哪 罗浮道士谁同流 草衣牧食卿王侯 世间家子管不得 狐狸乾坤指自由 好 师傅 师傅 你连我们俩都不认得了 是啊 原来刚刚那两个武将 就是你们俩啊 对啊 我们早已改正归邪了 什么 不对 是改邪归正 对对对 是改邪归正 改邪归正 好好好 好好好 我这都挨过板了 怎么还得把我关进来 是啊 我也是 老头 老头 你叫我 你认识我吧 你谁啊 你 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我是你们家老爷啊 你忘了 我们老爷换人了 你就别再闹了 让我安稳点 好好好 我跟你商量个事啊 啥事啊 你把我放了 我给你很多钱 钱 对啊 我告诉你 你当十年的老头 都不见得能挣这么多钱 那可是白花花的银子 趁着这 人不知鬼不觉的 这夜里这一半三更的 你给我放了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是傻还是呆啊 大银子扎手啊 算了吧 我可不敢做违法的事 属下要和你一样 做你的邻居 我的一家老小 靠谁要我 不会有人知道的 算了 怎么赶上这么个主啊 你想明白了 这就对了嘛 赶紧给我放了 你怎么不说话呀 鬼 鬼 鬼 别过来 我是人 不是鬼 不不不 你不是 你是鬼 是我 是我亲眼看见你 你 不 我并没有死 是大仙救了我 夫人 夫人呢 你让一下 啊 大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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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地方啊 啊 夫人 你没事了 春花 啊 哎 我不是叫你去禀告我爹 替我报仇雪恨吗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是大仙 大法慈悲 施法救了你 啊 多谢大仙 神仙本事凡人做 只怪凡人心不肩 大仙 我明白了 我们错了 我们错了 夫人 你真没死啊 嗯 啊 哈哈 太好了 啊 这呀 我杀人的 杀人的罪名就不成立了 啊 我马上就可以出去 你赶紧让他们把我给放了 放了你 是啊 你还当你的太守夫人 我还当我的太守 咱们还跟以前一样 像个法子多弄钱 弄钱 弄好多的钱 为了咱们的后代 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为什么 因为你给了我那一件以后 我们之间就已经恩断义绝了 都是那个老豆 不 她 她非得要测试我 那你就真的给我一件 我 夫人 夫人 你别走啊 我知道我错了 夫人 你别走啊 我不应该烦老子想成仙 不择手段的害人 我错了 你让他们给我放了吧 我不想待在这儿了 你给我放了吧 放我出去 一毫一善 与人方便 一毫一恶 劝君莫作 欺人是祸 饶人是福 衣食随缘 自然快点 我改一切头 我改了 那边 感谢大家 我不用这儿了 我必须想宣伤 求你 我愿意 我愿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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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